卡塔尔又带着他的钱包来给杭州一点震撼了 这几天来杭州参加亚运会比赛的外国运动员纷纷开启了扫货模式 别的运动员都去前江商场扫货 还不忘砍价 100块钱拿下两条牛仔裤 这卡塔尔的运动员已经被偶遇进杭州大厦扫货了 大包小包没少了 直接把生殖品店逛出了批发市场的价值 就连路过的工艺品店也是直接豪气下单全部包园 更令网友羡慕的是 卡塔尔运动员随手给的小费高达6万块 据悉这6万块是导购带着卡塔尔运动员购物所得的小费 而紧接着就有网友自报 称自己帮忙拍了一张照片 卡塔尔运动员就给了1000块小费 出去吃饭的小费也是以万为单位 有网友就见状立马打包行李 财神爷在杭州啊 也有网友直呼 那是小费吗 那是一年的工资 不是 谁家小费是以万为单位 我还在今天扫了两块八毛九的红包 高兴了一上午呢 果然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负 这就是实力 王子们玩大富翁玩到了杭州 是谁此刻想去杭州的心达到了顶峰 我不说